大家好,我是Hana,张芷芸 今天很高兴能够接受到她渴望的访问 那今天我们有聊到就是关于迷惘的事情 我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之前呢,曾经拿我的创业的产品去美国募资 那我那时候每天都会找到很多投资人 然后跟他们议题 投资人就会对我们发问 然后会有很多问题,我无法回答 所以那一段时间 加上常常早上起床开信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被拒绝的信 所以常常信心受到打击 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开始怀疑 我自己为什么连我产品相关的问题 我都没有办法回答呢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还蛮迷惘的 我后来选择的方式是 我放下我的自贞心 然后去找更多的人来聊我的产品的问题 就非常虚心的去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摊给别人看 然后让别人来检视 那我后来发现其实有很多问题 我之所以没有办法回答出来 是因为那个问题可能根本不适用在于我们的创业的产品上面 那当然有些问题是适用的 那可能真的是我们产品的一些问题 但是找到问题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因为你必须要先找到问题 你就可以专心在解决方式这一块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虽然说感觉很痛苦 我发现我对于我创业的产品的整个样貌 我更了解了 是前所未有的更了解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后来虽然不是说我那次迷惘之后就再也不迷惘 我还是常常会对我可能个人的生涯规划 或是我们公司的未来 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些的迷惘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害怕这种感觉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感觉的下一个步骤 就如果你能够撑过去的时候 就会是波云见日的时候了